哎 九九 你怎么来了 路过 正好没吃饭 喂 你听到没有 啊 哦哦哦 哼 最近你忙着加班 我玩得可开心了 我和莉莉逛街吃饭看电影 还出中了迪士尼门票 她简直是我最合得来的朋友 不会吃醋了吧 小杨 哎 九九 你怎么还在这呢 我不是在等你 算了 我跟莉莉吃饭去 余总 按您的吩咐 九九和朋友去迪士尼的机票和酒店 也都订好了 好的 谢谢 我给您带点吃的吧 不用了 我说了 不用给我带吃的 九九你 吃生打包的 肉浪费 我手机呢 余总 九九有了新的朋友 您不吃醋吗 比起吃醋 我更怕她过得不好 我总是很忙 不能一直陪着她 有了新朋友 九九至少不会寂寞了 又不是小孩子了 非要在友情里争个第一第二 我知道她在意我 我也在意她就够了 累了 休息会儿 等你忙完了 一起回家吧 我是九九 在我闺蜜小雨姐的公司实习 余总 当然好 这份方案没有实施的必要 重做 是余总 这个月报表数据格式都不对 是谁负责的 是我 对不起 我买了 还来几个月 例如部署很正常 以后我慢慢教你 散会吧 哎 看见没 同样是上班 有些人什么都不会 照样混得好 这就是命了 人家什么关系啊 你能跟她比 自己没用也就算了 可这丢的是小雨姐的人啊 不能再这样了 小雨姐 还有什么工作都安排给我吧 你就是 下午的会议材料还没打印吧 我已经打印好了 你下周要出差 鸡票和酒店肯定还没定 我也定了 对了 你上次那个韩语合同还没做完 我帮你找个翻译吧 已经定稿了 而且韩语不算太难 不需要翻译 也是 你这么厉害 什么都能自己搞定 有没有助理都一样吧 可是 我冲不出好喝的咖啡 订不到好吃的外卖 天冷了总忘记加衣服 下雨天也记不住带伞 离了助理 我可怎么活啊 要这样看 以后我也少不了麻烦你了 好说好说 以后你继续专心工作 这些小事都交给我吧